我觉得脱骨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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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诚真诚可以用技术做到 那你就逼自己说真话嘛 是不是可以做到 就可以做到 因为可能我现在没有之前 那么那么偏激了 看一个事的话 就我知道偏见可以驱动创作 然后我不断的修正我的偏见 就我其实始终凌驾 在那个偏见之上 所以我就知道 哪些偏见要留下来 因为我会技术 所以就是到说到最后 还是说你的脱骨技术 也一直在进步 就是你的人格更完善 但是我知道哪一部分人格 是能够拿来创作的 恋爱心理学 我其实我一般 其实不会看这种书 就是我 就这个书的 它的这个封面的设计 还有这个字体的这种排版 我一看我就不会买这个书 还是方法没学会 包括你跟人社交也是 肯定是肯定有很多方法 但有些方法可能就是 怎么学也学不会的 因为谈恋爱肯定也是 肯定也是 就比如你跟一个 这个书就是教你方法的 对吧 就是这个书 我虽然不会去看 但我觉得它是有价值的 它一定是有价值的 就是你 你看人家跟你说了 直接表达自己的感觉 是最好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方法 你把这些应用到里面 肯定是对的 看你应用的 自然不自然了 看你应用的好不好 就它这应该 门槛效应 自己有话想和他说时 偏巧他总是没有时间 此时怎样说话 才是最有效的呢 如果开场白事 我最近有些想不开的烦心事 能和你谈谈吗 他就会想烦心事 那肯定需要很长时间 因此必定静而远之 你看是不是告诉你了 那你下次就不要说烦心事就好了 就是 这东西就是有用的 我是觉得 就是方法可以解决一切 就可以解决恋爱 我是回我刚才说的话 这本书还是有用的 我回去就看一看 我回去就看一看 我觉得这个东西 有一个人对我影响特别大 是我上高中的时候 有一个老师 他就老是强调一个事 说你学一个东西 一定要掌握学习的方法 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学得很快 这说来就话长了 这个老师是教美术的 他就感觉学话是要有那个方法的 就可能你练十遍 但你练的不对 人家听了半个小时 知道先从哪里落笔 就对了 一遍就对了 这就是方法 就是他那个方法 我感觉太对了 因为我亲眼见识过 就愣化就是不对 你看一眼方法就对了 对我的冲击很大 然后从那之后 我就记住了 学什么东西都是有方法 你如果解决不了的话 只能有一个原因是 那个方法你学不会 我其实反而 大家可能会觉得 我是一个不太需要 那种亲密关系 来排解我的情绪的人 但我其实恰恰相反 我好像特别需要那样一个人 我特别相信那种亲密关系 我甚至觉得是 在我这里 就是那个 那个亲密关系 是超越所有关系的 他在所有关系之上 在我这里这么认为 就当你有了那个亲密关系之后 生活里的其他的一切 对你来讲都不重要了 就是或者说 说白了就是爱情在我这里 也是凌驾于所有的一切之上 就是他在特殊秀之上 有了那个东西之后 可以不讲特殊秀 讲特殊秀 又讲杂了也没有事 因为那个东西可以消解你一切的痛苦 我站上去 慢点 慢点 他这个藏 这样行吗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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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没人这样 你先那个 什么拍摄 为什么我站上去那么像装修的呀 我感觉这个梯子就是我的这个平时的工作的工具 我往这一站就太像装修的了 刮腻子的 你看我这个裤子其实 工装嘛 工装是这么来的 就是母题这个东西 我现在有一点抗拒 我只是写了那一个段子 写了那两套段子 把那两套段子拼出来之后 大家说这个段子的底下是一个穷人 但我写的时候并没有发现 我只是描述了我的生活 然后大家发现是一个小人物 可能就是反抗世界 反抗生活的那么一个视角 但我只是讲了我最想说的 说了我最想说的话 其实他有点本末倒置了 我不想我不希望这个事出现 因为创作的逻辑不应该是这么本末倒置的 但其实我去拍这个时尚大片什么的 我并没有真的认为我是一个时尚圈的人 我并没有真的认为我时尚了 我只是觉得 我作为一个喜剧演员去拍这个东西是一个好玩的事 很多人会问我你是不是又去搞时尚了 我其实只是我去搞笑了而已 是emoe的还是帅的 可以稍微小emoe一下 小emoe的 大妈这么热情很难阴谋一下 好好好来说 这句话没有必要强调 其实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这句话是对的 就是这样的 悲剧的内核越大 最后出来的那个笑声也就越大 就比如说当别人说我 的外貌的时候 我其实会对这个有一些 介意 但是我把这个事写成段子之后 观众笑了 我就会别人再说我的外貌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介意了 我觉得脱口就喜剧吧 喜剧给人最大的力量就是 我们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但是我们能让你再下次再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笑着面对 好像是这样 就其实我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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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